嗨,大家好,我是雅雅 今天在内蒙古呼和河浩特的机车站附近 发现了这么一大片近乎于废弃的房屋 然后经过大厅 好像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大楼曾经做过一个餐厅 它是整个呼和河浩特曾经最高的建筑物 观看视频的同时 别忘了长按点赞三秒钟 超级点赞加关注 它在这个上面好像写着中国电信 办公地点九楼十楼十一楼 有三层楼好像是中国电信的 由于年久失修 上面的瓷砖都已经开始往下掉了 这是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然后后期安的 这也是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吧 现在所有的大门全部都已经拿东西给焊死了 这边的一栋楼看样子好像是 曾经改成了什么学校的过敏处 但是也都已经进不去了 哇 看到这个分条都已经 看不清年月日了 这个地方现在临时改成了停车场 但是稀稀拉拉的也没停多少车 而且这个停车场 现在这杂草长得也挺多的 这个是大门口 楼顶都长草了 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废弃了 现在临时改成了一个停车场 好像也挺不错的 至少应该就是 也没有说让它这个地方彻底的荒废掉 还能发挥一点仅存的价值 好了啊 今天的小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了这里啊 喜欢看的记得点个赞加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